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浪雨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 不大的岛上汇催了上千座风格各异的老建筑 或飞檐翘角或欧路风情或中西河壁 每一栋老建筑的背后都有一段尘峰的往事 今天城市的记忆的最后一集 就让我们一起登上古浪雨 去探寻这些老建筑背后的故事 古浪雨比架山上有栋非常有名的别墅 春草堂 春草堂建于1933年 是厦门第一个建筑工会会长 许春草的住宅 由许春草亲自设计 亲自施工 别墅临雅而住 外形很像西式洋楼 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民居 圆关春草堂 它的建筑与周围的园林设计融为一体 景致迷人 许多康是许春草的孙子 他带着我们一起领略 这栋建筑设计者的用心之处 许多康说 春草堂与古浪雨其他别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选用闽南特有的花岗岩 做墙基 墙柱和廊柱 特别是有意保留着花岗岩的荒面 加以清水红砖勾缝 一眼望去 既有自然粗犷的厚实感 又有闽南建筑的天然色彩美 墙面有一些是拉毛 就是那黄色的那个墙面 就叫拉毛 这个都是当地的一些工匠的 一些手艺一些特点 许多康说 因为当时许春草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 建造这样一栋房子要花不少钱 所以就地取材的花岗岩就成了主要的建筑材料 就是这块地买下来 这块地呢 底下买了一块大石头 那就把那个石头开出来建房子 那边又变成了一个地下城这样子 这是就地取材了 别墅共有三层 一楼进门就是个大厅 左右两侧两间房 大厅后侧还有一个小厅 到了二楼 许多康说 二楼的这个后门可是有故事的 他小时候听伯父说 当年许春草通过这个后门级通道 帮助地下党逃脱追捕 听伯父讲 当时有四个地下党藏在他房间 因为他在当地还算是有点深圳 所以那个头也不敢 直接往里头闯 会叫个门什么的 打个招呼再进来 所以他就有点时间可以逃脱 春草堂的选址独具匠心 视角幅度宽广 站在三楼的这个天台上 鼓浪与全岛的美景 尽收眼底 据了解 岛上经许春草设计建设的房屋 就达五十多栋 而且善于就地取材 像他这样的工程师 就是土工程师 他很容易就把那个 比较科学的东西 跟地 跟我们传统的建筑 结合在一起 可以消化改良 这种外地建筑 因为我们大体上 大部分是要用地方建材 如果有的像一些比较近代的建筑 他可能设计 但是建材不一定是我们地方的 这个许春草先生 就很巧妙地把地方建材 山木 那个石头 怎么样来化解成我们地方的 有地方特色 又有先进的一些 许多康说 爷爷是他最敬佩的人 爷爷自幼家境贫寒 十二岁当了泥水工 一九零七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投身辛亥革命 一九一四年 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 许春草被委任为闽南党务主任 一九二二年随孙中山北伐 在反对陈九明叛乱的战争中 许春草在福建各地组织了九路讨贼军 孙中山任命他为 福建讨贼护法军总司令 许春草成长在传统的中国文化环境中 却坚决地反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他在中国历史上率先发起了 废除奴役婢女的陋席 收容出逃婢女 教他们识字学手艺 让他们自主婚姻 为中国妇女解放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当年古朗语有很多有钱人 家里边没有地方要用 他就去找了很多婢女来帮他做事 就是煮饭 洗衣服 老婆子主任还有什么交花 什么东西很多 但是救了以后 这个老板 这个主任 也要欺负这些婢女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叫妇 他就把这些妇女去受了 留待了 受了侵犯了以后呢 他就把她弄出来 弄出来以后 专门到哪里呢 专门到德国领事馆 当时193年德国领事馆没有了 德国领事馆的公馆里边 成立一个叫职业训练 他把这些婢女找来以后 也给她训练 训练在由一级职场 再给她安排就业 那么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婢女揪扒团 揪扒团 所以这个事情后来 哇 印象很大 古浪语人爱音乐 许春草家人也不例外 如今他的后人 时常用弹奏音乐的方式 怀念自己的仙人 春草堂的特色在于 许春草巧妙地融合了 中西建筑的风格 盖出了一栋独一无二的别墅 而别墅的主人呢 更有着传奇的人生 在古浪语上 还有许多由外国人设计 建造了老房子 浓郁的抑郁风情 也成了古浪语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而各式的老别墅背后 同样有着各种悲欢离合的记忆 古浪语张州路的一条小巷里 隐藏着一座老别墅 它就是古浪语上最古老的别墅之一 廖家别墅 这是一栋典型的英式别墅 一楼中庭前是长长的石阶 周围种满了荣树 荣野 玉兰 小花园 绿荫 碧日 你注意看在康南亚大学 1880年的旧照片 就没有这栋房子 但是在1912年的 1912年左右的旧照片 就发现了 发现了在这个升旗山 在这个小东山顶下面 就现在这个地方 在体育场上面就有这栋房子 体量 位置对 但是体量 因为当时没有李家庄 这些什么张州路 所以那个房子很多处 非常漂亮 据考证 廖家别墅建成于19世纪80年代 后来被廖青霞 廖越发兄弟买下 那么最早是外国人的房子 后来是这个廖姓的家族 把这个房子买了 他们家家族住在这个区域 不是这只一栋房 包括旁边的还有两栋 他们三栋房 都是他家里边家族的房子 廖师兄弟年轻时 在印尼做木材生意 后来在厦门开了御丰钱庄 还投资房地产 参股桃化大同 也是当时的名门望族 然而廖越发的二女儿廖翠凤 却嫁了一个穷小子 向廖家来说这本情世 廖家当时他总有这种打算 嫁来娘打算 但是要最后就要 要最后很间接 说他是穷牧师 但是他要 他一种很逆反的心理 他就要偏偏要 他要对了 他就跟着林宇棠 这个穷小子 就是后来的文学大师林宇棠 林宇棠的父亲 是家乡平和板崽村的牧师 受过西式教育的他 把儿子林宇棠送到古浪语读书 寄居在岛上亲戚家中 他曾经他写过的这个80岁的这个字数 他提到过他小时候很希望天上能掉下两个铜板 在古浪语都是富人区 能捡到两个铜板 然后能买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 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小孩子的穷人家孩子的一种心态 所以他对古浪语的认知 基本上都是觉得自己 有的时候他小时候有一点自卑 1905年 当时只有10岁的林宇棠 在古浪语开始了求学经历 小学毕业后 他考取了古浪语巡员中学 并以第二名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林宇棠在古浪语念书非常用功 中学毕业后 林宇棠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就职 1919年回到古浪语 语料醉凤结婚 意识传为佳话 林宇棠结婚了以后 新房里边就跟廖淳峰一起 他就把这个结婚诊书烧掉 廖淳峰说为什么把它烧掉 他说结婚诊书是离婚才用的 结婚不用的 所以以后我们不会离婚 不要用了 所以把它烧掉 婚后的林宇棠 仅在廖家别墅住了三天时间 之后就学夫人一同赴美留学 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生涯 成为了著名的学者 作家 翻译家 获得了两脚踏中西文化 一心凭宇宙文章的赞誉 不过林宇棠还时常怀念 在古浪语的生活 这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 他上小学的时候 每天上下学 都是回这个叔叔的家里边 所以他这个 把这一段故事后来呢 就根据叔叔家的这段故事 把这个写到这个 他的著名的这个著作 叫《精华烟云》 《精华烟云》里边 提到的那个曼妮 有人翻译成曼娘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教母的原型 这是真有其人 这个人姓李 所以他都清楚这些事情 林宇棠的树里边 除掉他对他的家乡平后的 回忆以外 在这个地方 回忆了很多的 他怀念这段时间 怀念这个古浪语这段时间 所以是林宇棠在古浪语留下了 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他的写的精华烟云 精华烟云说的是北京 实际上是说的古浪语 他的人物 他的地点 他的内容 他的情节 都是古浪语 古浪语的美不仅在于 天生丽质的自然风光 也不仅在于风情万种的老建筑 古浪语的美 更在于景致背后的人文之美 在这个静谧的小岛上 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 古典与现代在这里碰撞 成就了古浪语独特的 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 古浪语就像一本书 当你读遍古浪语上 每一栋老别墅背后的故事 你才能真正读懂古浪语 迷上古浪语 感谢收看 十分关注 明晚同一时间 再会